本月初从乌克兰军队叛逃到俄罗斯的美国雇佣兵麦金泰尔近日接受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 讲述了潜伏乌军一年的见闻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直接介入俄乌冲突 麦金泰尔曾在美国陆军服役两年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 他以雇佣兵身份加入乌克兰部队 当被问及为什么有叛逃之举 麦金泰尔表示自己是反法西斯主义者 他原本的计划就是在乌克兰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后逃往俄罗斯 但实施逃亡方案时麦金泰尔遇到了一个危机 自去年3月加入乌克兰部队以来 麦金泰尔见证并记录了乌军内部的种种丑行 他表示几乎人人都有纳粹纹身 甚至有人公开宣称自己是纳粹 麦金泰尔说为了做好掩护 自己在言情上也必须更民族主义化 更纳粹化 在乌军内部潜伏近一年后 本月初麦金泰尔携带一年间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和文件资料逃到俄罗斯 此外他还证明了美国是如何直接参与这场冲突的 麦金泰尔表示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数据信息 而乌克兰要做的就是听从美国的指令开火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